Hello 大家好 今天莫sir打算和大家講一些遠古少少的歷史 就講回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有個美女就是中國四大美人之首 是誰呢? 西斯 沒錯 講西斯就一定要講它所涉及的兩個國家 就是當時除了中原地區有五個皇國之外 另外兩個處於長江下游和前塘江位置的 當時的兩個國家 一個是吾國 另一個是越國 沒錯 而西斯就相傳在春秋末年的時候 出生於越國的一個美女 就說它本性就姓屍 原來的名字叫宜光 它住的地方呢 因為它就住在這個零羅山下的一條西村 所以那些人就叫它做西斯 那剛才說到這個吳越兩國呢 在這個長江下游和前塘江一帶 基本上可以說是勢不兩立的一個政權 那吳王夫妻的爸爸俠雷呢 曾經輸過給越王勾錢 那所以呢 到夫妻做了這個國王的時候呢 就決定要報這個一戰之仇 那大概時間呢 就是公元的494年 吳越兩國呢 再次決戰在這個浮礁的這個地方 那一次呢 就越國大敗 那大敗之後的故事 大家應該都聽過那個成語的了 就是 我身嘗膽 是的 沒錯 那當時呢 這個越王勾錢呢 就跟他五千個部下呢 就被吳王的軍隊呢 就圍困在這個惠溪山上 那面對他這個情況呢 他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是呢 就投降 一是呢 就戰死 那他最後呢 就選擇了投降 而吳王夫妻呢 原本呢 其實 他爸爸的戰敗之死呢 就跟勾錢有關 那很應該呢 就選擇仇殺這個勾錢 但是呢 他就好大喜功 選擇了寬恕 那所以就令到呢 這個越王勾錢呢 就最終變成了人治呢 就去了這個吳國 當時做人治的 除了越王勾錢 還有他妻子 以及他當時的一個得力的大夫呢 范黎呢 就一起呢 去到吳國 就做了三年左右的人治的生活 於是呢 就到那三年 餓身嘗膽的生活 那當中呢 在這個吳王病的時候呢 他更加呢 越王曾經呢 是嘗試 嘗試 嘗訓呢 去了解 幫手呢 去知道他的病情 那基本上呢 都是非人生活來的了 那過了三年之後呢 這個吳王呢 就放了他走 那而 而越王勾錢 復國之後 當然呢 他就希望可以重振這個洪峰 那他呢 就為了麻痺這個吳王的鬥志 就採取了犯禮的一個計謀 就是三十六計當中的其中一計 美人計 是沒錯了 那就是希望借助這個美人呢 令到這個吳王呢 就不思進取 又沉迷女色 跟著呢 就不務正業 這樣 那話說呢 就去到公元前的485年呢 西斯呢 就正式被挑選呢 去到這個越國的都城 那據說呢 當時越宗的市民呢 為了一倒他的方顏呢 更加肯呢 給出一個金幣那麼多的呢 西斯被挑選去到越國的都城呢 經歷了三年的時間 那為了做些什麼呢 為了教他一些禮儀啊等等的東西呢 然後才將他呢 送去這個吳國 教他才藝 沒錯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農家的女子來的 那當時一送到吳國呢 吳王夫妻一見呢 果然立刻神魂顛倒 對西斯呢 就寵愛有加 那一方面呢 通常這些這樣的國王 沉迷女色 都一定連帶會做一些事情的 幫他興建很多建造物 是的 沒錯 大興土木 當時一方面呢 就建了這個菇蘇台呢 是給這個西斯遊玩 另外呢 又新建一個管花宮呢 是給西斯居住 然後和西斯泛州呢 就有這個華麗的錦帆 那更加呢 還會做些什麼呢 當然呢 就想月啦 想月呢 就興建了一個換月池 避暑的時間呢 就去到這個蕭夏灣 基本上呢 這個吳王從此呢 就不無正業了 而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西斯是怎樣導致這個吳國覆滅的呢 在歷史上呢 就沒有記載的 不過有記載的呢 就是這個吳王扶差呢 自從西斯去了之後呢 他就越來越親近那些阿如鳳城派 並且呢 就不喜歡那位呢 直言敢見的五子衰 更加呢 將他的矛頭呢 就變成了指向北方 那麼這個戰略的轉移呢 可能背後呢 都有某程度 某一些人的推波助瀾 而正當這個吳王在麻痺大意的時候呢 公元前的489年呢 越王歐淺呢 就開始北伐了 那麼他當時呢 首先呢 就北伐了兩次齊國 繼而呢 兩年後呢 又去攻打這個老國 都是這些北方的國家 而去到公元前的484年呢 當時吳子衰就被殺 而去到公元前的475年呢 這個越王歐淺呢 就正式呢 圍攻這個吳國 那麼他圍成兩年 當時呢 就輪到這個吳王附差呢 要乞求和了 那麼那個時候呢 這個越王歐淺呢 就怎樣回答他呢 上天呢 曾經將這個越國呢 賞賜給這個吳國 不過你吳王呢 就不接受 那麼如今呢 就輪到這個上天 將這個吳國呢 賞賜給越國了 那麼越國呢 就豈能推堂呢 那麼所以這個吳王呢 自知沒有辦法投降呢 最終呢 就引劍自民了 那麼到這個時候呢 就終於結束了 延續幾十年的這個吳越戰爭 那麼而西斯又去了哪呢 這個時候呢 歷史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了 因為吳越戰爭結束呢 當時這個吳國都城呢 就被圍攻 最後呢 菇蘇台呢 就大火足足了三個月 那麼而西斯的下落呢 就不明 那麼而關於西斯的情況呢 歷史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有一派呢 就認為西斯根本上是沒有這個人的 這一派的意見呢 就認為其實西斯呢 是再古代一點的美女 那麼因為呢 早於歐淺呢 二百年左右的一本著作 管子裡面呢 就寫到 無場西斯天下之美人也 既然西斯是早於歐淺二百年的女子呢 那怎麼會轉其式呢 又出現在二百年之後的五月戰爭呢 那所以這一派的意見呢 就認為 其實西斯這個美人計呢 都是後來的人倒贊下去的 而我們看呢 其他的先秦典籍呢 都沒有一本呢 是有提過西斯 而且後來呢 習百家之大城 古歹這個中義截列的這個司馬遷呢 都沒有在史記裡面提過 有西斯這個人 那所以呢 大家都認為呢 其實西斯呢可能只是假的而已 不過呢 是一個亂世之中呢 需要有一位女子呢 負上責任 簡單來說 就是將這些亡國的責任呢 推去那個女人身上 我們之前說過 包括了呢 這個雙袖王呢 就有坦紀啦 這個夏傑呢 就有梅喜 連這個周幽王都有風火器諸侯的鋪尺 那所以呢 西斯究竟存不存在呢 很大機會 只不過是男人社會當中 要找一個紅顏禍水 出來將這件事 嫁禍到個女人身上 而美人計的故事 最早出現在哪裏呢 就是在吳越戰爭結束了之後的五百年 那本書呢 就是東漢時期的 《月絕書》和《吳越春秋》 當中呢 就講到這個美人計 那為什麼五百年後的這個玄康趙葉 能夠寫這本書的時候 知道這個故事呢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當然呢 也都有另一派的人物呢 認為西斯這個人呢 是的而且確 真有其人 也都是因為呢 剛才我們所講的 管子的這本書 因為管子這本書呢 在先秦著作當中呢 它並不是一個人所寫的 也都不是一個短時間當中的一個創作 所以其實它裡面講的東西呢 可能是延續著整個先秦時期 不同人對於這些事件的記載 那所以呢 也都有機會有些後人呢 慢慢補上去的 那而另一方面呢 過了春秋時期 就是戰國了 那在戰國當中呢 有不少的著作呢 都有對於西斯的美呢 是讚不絕口 那當中呢 就包括了墨子 孟子 和莊子 這三本書呢 都有提到西斯 而且說它是一個美人 而後來去到西漢初年 劉安所寫的淮南寺呢 更加對於西斯這個人呢 是言之作作 那所以後來有些人推斷呢 為什麼先秦時期 在春秋當中的史席 沒有什麼記載呢 可能是因為呢 畢竟用美人計 這些這樣的計謀呢 都不是一些很光明正大的方式呢 所以吳越兩國的史書呢 都沒有記載到這件事 那至於司馬遷呢 他都沒有辦法去到西漢時期呢 去詳細考究這個美人計 是否真有其事 所以嚴謹起見呢 也都沒有寫入史記當中 不過呢 相信這個美人計事件 應該在吳越地區呢 流傳甚廣 所以才會令到這麼多其他的典籍呢 是有所記載 那麼我們講歷史 除了有文字之外呢 也都有一些文物呢 是記載了這件事 那麼當時呢 在浙江紹興這個地方呢 就曾經出土過兩面 看待所製造的吳越人物 畫像銅鏡 那麼那面畫像銅鏡上面 有些什麼人呢 第一呢 就有吳王 五子衰 歐淺 和范禮 以及兩個女人 那麼畫中呢 吳王就露視這個五子衰 而五子衰呢 就正在呢 引劍智敏的樣子 那麼而站在旁邊呢 這個月王 歐淺 和這個符差呢 就涉涉思語 那麼更加呢 有兩個女子呢 就站在吳王的後面 那兩個女子呢 相信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西施 而另一個呢 都是一同相貢給這個吳王的 叫鄭旦 那麼而除了這個文物之外呢 還有些遺址還存在 例如呢 歷史記載呢 為這個西施去學習武記的這個 這個土城山呢 的遺址呢 還在這裡 而且供這個西施去遊玩 和居住的這個 這個孤蘇台 和這個管花工的遺跡呢 還可以找到 那麼既然有這些 這樣西施生活過的經歷的地方 還在這裡呢 應該這個人呢 是不會是假的 所以 在這個吳越戰爭當中呢 吳國最後的覆亡呢 當然有他自身 政治 經濟等等上面的原因 西施的出現呢 可能只不過在某程度上呢 是加速了他的覆亡的意思而已 所以呢 去到唐代 有位詩人呢 羅忍 他曾經寫的一首詩 就叫西施 那裡呢 就講 家國興亡至有時 吳人何苦怨世施 西施若解傾吳國 越國亡來又是誰 那吳國滅亡之後 西施去了哪裡呢 西施去了哪裡呢 也都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那有一種說法呢 就是說 吳越戰爭結束之後呢 西施就安排 就回鄉 就度過他的餘生 那這種說法呢 我們在歷史上 就找不到任何的記載或者根據 那相信呢 這是一些後世的學子呢 是一種美好的幻想 那另一種說法呢 就是西施沉水而死 那因為呢 和西施所生活的時代 相距無幾多的一本書呢 墨子當中呢 就寫到一個 一段這樣的說話 比干之衣其抗也 萬分之死其勇也 西施之沉其美也 吾起之裂其是也 那這段文字當中呢 所說到的吾起 比干 和這個萬分 都是真有其人的 而且他們的死呢 都是跟史實相符 那所以呢 當中說到西施沉水而死呢 這也是很多人 相信是真的 但是西施不是越皇 安排去吾皇身邊的間諜嗎 那如果他事成了之後 那應該回去越國 可能領上呢 是的 那這個呢 也是後來在這種說法當中 引申了另一個故事 因為後來有本書呢 就叫吾月春秋 當中呢就寫到一句呢 就是吾亡西施被殺 剛才你這樣說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很明顯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呢 越皇呢 是一個能夠共患難 但是不能夠共富貴的人 那所以當中呢 說到他沉水而死 是怎樣死法呢 在這個吾月春秋的日篇當中呢 就寫到 吾亡後 月浮西施於江 令徐痴兒而終 那當中的痴兒呢 就是一個皮的袋 所以呢 吾子衰呢 都是被裝在這個癡兒那裡 就扔下去前塘江 那所以呢 後來呢 中國也都有一個傳說呢 就是說 每逢中秋的時候呢 這個前後出現前塘江大潮呢 就是吾子衰的仇憾呢 就化作這個潮水呢 就湧回來 那當然呢 除了剛才那兩種說法呢 還有一種比較浪漫 而是富有戲劇性的說法呢 那這一種呢 純粹一本呢 叫《月絕書》當中寫到的 吾亡後呢 西施呢 就復歸范禮 那麼就 最終呢 就同泛五湖而去 那這一種說法呢 也都引生到後來去到明代的時候 有個戲曲家呢 叫梁晨雨呢 就編寫了一本呢 叫做《碗沙記》 那當中就說到呢 其實西施和范禮呢 早已定情 那麼在事成之後呢 范禮呢 知道呢 這個月王歐錢呢 不是一個能夠共富貴的人 所以就帶了西施呢 一齊急流引退 泛周五湖而去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呢 就說在齊老一帶呢 出現了一個富可敵國的商人 那個人呢 叫陶朱公 那些人呢 相傳這個陶朱公呢 就是由月國逃走了的范禮了 好了 那今集呢 關於這個吳越戰爭和西施之間的故事 就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和大家說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